HELLO 大家好! 公公6月的活動竟然是 請先講6月7天突破勝進展獎勵 就是齒輪兒的 他也有機會到收尾版 就是6月2日星期四清晨至7月1日星期五 官方今次也沒有故意說一皮白禮盒 因為都沒什麼特別的啦 6月的五星圓體戰究竟是怎樣呢? 注意一下你日期都是上10點開始或者結束的 第一隻就是KOL卡 他之前都可以放了色違版 就會在6月1日星期三至6月3日星期二 接著可能大家都猜到 就是古拉多 會載到6月16日星期四 好之後是不是以為裂空了呢? 誰不知都不差的 就是超夢夢回歸 他不是普通的回歸 他這次也算有誠意的 他就帶了一招 暗領球 超夢的暗領球是之前 VIP團體戰限定的 雖然你可以透過利害特殊 招式學習器換到 但這次可以直接捉 會到6月23日星期四 接著啦 是不是新的神獸呢? 是超夢 又是超夢 那就是想怎樣啊? 但是也不差的 帶了另一招 回歸 就是精神擊破 雖然沒有暗領球那麼稀有 好啦 會移到7月1日星期五 看來也是賺XL糖的好時機 那注意啦 如果你想兩招技都有暗領球的 精神擊破也有 那你就要報了其中一招的超夢 之後再開二技 然後再用利害特殊招式學習器 互賣另一招回來 而且也不要忘記 每個星期三的晚6時至7時 都有這個晚餐約會 好來到6月的超級天體節 注意啦 下以下的日期 都是上10時開始或者結束 6月1日星期三 到6月7日星期二 就是超級大鋼石 接著就是超級花的石飛龍會 到6月16日星期四 好啦 接著就是超級鳥花花 到6月23日星期四 最後就是超級水箭 該會到7月1日星期五 好來到6月的保安夢最早時刻 都是每個星期二的晚6時至7時 6月7日就是潮北被捕 保安夢雙配糖果 6月14日巨似飛魚 傳送保安夢雙配糖果 6月11日圓屍珠 進化保安夢雙配XP 到最後一個星期6月28日 問好問好問好 問好盡好問好 不知道是什麼 但是他都知道他是有色為版的 那我們就儘管期待一下吧 6月2日暫時未宣佈主角 遲點宣佈了也要再跟大家說 Pokémon GO GO FAST 2022 詳細大部份的狼 都可以看回這條影片 有6月的活動預告 第一個活動就是無限週 然後在6月7日星期二至6月12日星期日 就說去探索化石的世界 以及銀石屬性的保安夢 我不知道是一個普通活動 還是可能是不是有些新的Pokémon 之前都說的寶寶暴龍 冰雪龍 他們兩隻都是第六代的化石丁靈 雖然暫時還沒推出 不知道會不會是這個活動推出呢 第二個活動是寶寶夢卡牌聯名活動 會在6月16日星期四至6月30日星期四 他就說有兩個不同的世界將會交換 看來就是Pokémon GO 和卡牌的交換 雖然也不知道長輸浪是什麼 但也有一點期待 還有也有說到 會有一個寶寶夢卡牌的遊戲粉絲會 好來到6月當然有新的季節 就是高的季節 應該不關小豪市的 高的季節開始 就像是由全本40等級才能獲得到的 唐的XL 會降至到等級3以上都可以獲得 好 那高6月的活動預告就是這樣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樣 我自己也覺得 有GOFEST一連串的活動 上區活動無論如何都要減少 五星圓體戰也算是有點驚喜 有超夢 還要帶上限定技 威之威長手浪龍 以及GOFEST竟然有卡牌 我們下支影片會說一說的 大家記得訂閱、讚好、分享 如果想知道動物動作室內的照片 也要分享 我們下支影片下集再見 掰掰 再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